大家好 今晚有我莊仙玲和大家看天氣 今天初時都見過一下陽光 各區的最高氣溫都升到上去二十七八度左右 不過隨著一度冷風橫過廣東沿岸 我們的雲量就開始多了 看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可以見到環南一帶的雲量都是比較多 預計多雲的天氣明天仍然會繼續影響我們 而本地的北風亦都有所增強 天文台亦都發出了強烈季後風訊號 去到下午四點鐘左右 各區的氣溫已經比昨天普遍低四五度 而有些地方的跌溫更加明顯 看回風場預報 週末期間 東北季後風都會影響著我們 為我們帶來一些比較涼和乾燥的天氣 預測今晚和明天的天氣會是多雲 今晚和明早會有一兩陣的微雨 氣溫會顯著轉涼 最低的氣溫只有大約十六度左右 而明天的天氣會是非常乾燥 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 最高氣溫就有二十二度左右 翠清靜至強風程度的北風 明天稍後風勢會緩和 再提醒大家 強烈季後風訊號是現證生效的 在高地上的風勢尤其會大些 所以大家如果想著行山的話 就要小心一些大風的情況 接下來幾天我們的天色就會不錯 去到星期日會是一個天晴 但仍然是非常乾燥的天氣 至於翠後兩三天氣溫就會逐漸回升 不過提醒大家 由於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天氣都會是非常乾燥 所以如果大家想著去郊遊 又或者是有些數目活動的話 就記得要小心火腫 以免引起關火 祝大家也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